哈囉,我是滴妹,這是兩分鐘英語教室 今天要來教大家,容易會錯意的英文 這個主題我們之前已經做過一集囉 就是字面上跟實際意識差很多的英文片語 那今天則是要探討更多容易會錯意的英文 經過今天的學習,以後聽到這些片語就不會再困惑囉 Out of this world 絕對不是在講 不存在在這個世界上,或者是外太空喔 這個其實就在形容某個東西很棒 棒到簡直不像這個世界上會出現的東西 也就是Wonderful 的意思 不論是要形容一個人、食物或是任何東西都可以使用喔 Oh my god, you gotta try this pie, it's out of this world 2. Tell me about it 聽到別人回答,Tell me about it 不要真的傻傻地重複一次你剛剛講的話喔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這還要你說嗎? 表示他非常同意你說的話 或是有另外一個很簡單的說法就是 Duh You think that I talk too much? Tell me about it 3. You don't say 這句話並不是,你不要說話 也不是在叫別人閉嘴喔 這比較像是我們中文所說的,這不是廢話嗎? 當你聽到一件令你有點傻眼的事情時,你就可以這樣回答 Sorry for calling you so late Ware you sleeping? You don't say It's three in the morning 4. You killed it 聽到you killed it,可能要認真思考一下 或許某人真的殺了什麼動物之類的 但其實這句話很常用來讚美別人的表現 你超棒或是太強了,常常可以用 You killed it 來表達 這樣子講出來的時候,就有一種你稱霸全場的感覺 Hey, I watched your performance on the Grammys You killed it 5. Sleep on it 乍看之下,Sleep on it 好像是在講睡在什麼東西上面 但是同時它也有深思熟慮的意思 可以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 這樣說時,表示需要好好的沉澱一晚 才能夠做出決定 This is such a big step, can I sleep on it? I only asked if you want to buy friendship bracelet together 這樣有沒有解開你的疑惑呢? 還有容易會錯意的單字或是片語 歡迎留在下面的留言區裡喔 兩分鐘英語教室將會不定期更新 所以不要忘記要點YouTube訂閱按鈕旁的小鈴鐺 或者是Facebook的搶先看,才不會漏掉任何一集喔 我是迪妹,這是兩分鐘英語教室 我們下次見,掰!